哈囉 你好 我是AdFM的Hana欣怡 今天的那麼實在呢 就是大家敲網一公 敲了很久的 武漢情 歡迎他們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WallFast 武漢情 大家好 我是黃偉晶 我是秀樓俊碩 我是邱鋒澤 我是陳琳球 我是翔賴 我本來想說你們應該已經有那個 順著的Flow 結果沒有耶 還是有稍微搶拍了一下 其實有啦 因為我們一直前前後後 對 有點不一樣 本來是有的 那今天武漢情呢 基本上 終於有一種現場感 你可以跟他們聊天的感覺的時候呢 遊戲一定要背起來 我手上呢有五張卡 是你們的秘密任務 然後呢 抽了之後 再來看這訪問期間 可不可以達標 然後 如果不能達標的話呢 就會給粉絲一個福利 這樣OK對不對 好啊 好 我就順著這樣子吧 OH MY GOD 緊張 好 來 來 大家一起 各自的看一下吧 我好長喔 我上去 等一下 我們要被他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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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被他嚇到對不對 好啊 被發現 我不會怎樣 會啊 OK 完全被嚇到 那很棒啊 在我們的訪問開始的時候 現在也看到 武漢情所有的信任破裂的時候 開始了 給我一個 你是武漢情當中的什麼擔當來形容自己 OK 就我是信 上系列 對 好 來 小賴先吧 現在你很漂亮啊 或什麼的 好 我是武漢情的 什麼 好 你先換下一個 我上下一個 我是武漢情的 最胡鬧噹噹 就是最白癡的 最ㄎㄧㄤ的 旁邊的那個眼神不太 信任的感覺 我是說實話 我是最 我說我是最裝可愛的 喔 OK 好像 我好像又可以接受這一個了 奇怪了 你要REAL一點嗎 我最裝可愛 怎麼辦我沒了 我應該不能講平常的喔 我不能講平常的 第二個是不是 對啊 你是最壯的啊 蛤 這也大家知道耶 有啦 你是我最壯 是不是 最壯的 好啦 我是武漢情的身材擔當 喔 這個大家自己上網掃照片 這邊不給你看 好來 我是武漢情的句點擔當 句點擔當 本來就直到的啊 新的 我們今天算是新的 句點還是新啊 句點是新的啊 然後身材擔當也新 句點也很新 那身材擔當也不是也是 大家都知道 我剛剛自己你通過了耶 我好像 奇怪喔 你背是最厚的 不要這樣子吵架的啦 後背擔當 後背 對 林友呢 最帥 最性感 沉默擔當 沉默 沉默跟句點到底有什麼不同啊 所以他強手啊 那你再一個 還有什麼啊 我想不到 抓遊戲漏洞擔當 好 抓遊戲漏洞擔當 最早回家擔當 他最多毛擔當 最多毛擔當 好 最多毛最早回家 真的嗎 來focus看一下 看他手 他連手這裡都很毛 很性感 他這邊有一片毛在前面 哎呦 真的又沒有得看 那是怎樣嘛 對 對 欸 碰膝蓋幹嘛 所以 沒事 沒事 喔 喔 欸 欸 欸 我們的遊戲不會 等一下啦 你想到了嗎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我是 五堅情的 娛樂擔當 娛樂擔當 所以你每次都是要犧牲自己 然後逗他們開心 五堅情裡面的 那個 收集資料擔當 喔 所以你最常去搜尋一下大家的關鍵詞啊 什麼 你搜在幹嘛 沒有沒有 沒事啦 抽筋吧 因為通常我們去每個地方 然後那邊有什麼吃喝玩樂 通常都是我在收集給大家 對 我就會帶大家去那裡玩 去那裡喝啊 好有愛喔 你看 他一直給你比愛心耶 你要幹嘛 謝謝你 好來 為什麼不跟我說 你為什麼不跟我說 沒關係 他們應該是有很多的任務 大家放足眼力好不好 有沒有人要舉手 我確定有沒有完成 舉手承認自己可能已經是那兩個當中的其中一位 還是我吧 我肯定啊 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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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四個人當中是誰完成了呢 我就是我 你們能這麼簡單 有超過半數的人被他明顯的嚇到就是嗎 我剛剛跌打他們都叫了 你們沒有真的 沒有人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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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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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下當 恭喜小道 所以你確定嗎 對 什麼的你的題目是 讚賞每個人啊 所以是三個都 啊 樓的 你什麼 你什麼 我的就是舉出那個Wolf Race的手勢啊 我剛剛一直這樣子啊 喔 好簡單啊 是不是沒有人 欸你們太簡單了 鏡頭有看到嗎 有啊 鏡頭有 欸欸 他就拍我會沒看到 你們太簡單了 而且他的我們也看不到 我們抓不到 那你的答案是什麼 好 好吧 你的呢 讓你們 有人跟我說我愛你 哈哈哈 你剛剛Loss這樣瘋子那一段 所以他剛剛 我剛剛突然 他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我說你剛剛不跟我講 對你還說什麼 你還想你愛我 你就死了講 然後他就說 我們待會兒練習一次 然後我們就說 你是不是要跟每個人講 然後之後就沒有下文 對沒有下文 所以 那只有偉清失敗了 只有你失敗就算了 你知道吧 而且還要是 邱鋒澤故意讓你失敗 你們都很熟悉的 瞎掰王 OK 好 題目呢我們工作人員會給你 我猜 我猜 我也不知道題目 這個就不是我set了 那它會是關於 我們馬來西亞的一些 傳統的預言故事啊 所以你會知道 我不知道 什麼意思啊 不是我set了 好 開始囉 一人只有30秒 小賴吧 好 這題目是金山公主 金山公主 對 然後我們要跟你講 為什麼金山公主的由來是什麼 然後他呢其實是 馬六甲王朝的王子 然後他要嫁給 他要娶一個 禮方的公主 然後呢那時候呢 他們的條件是 要跟他提親 然後提侵之後呢 他要完成七個條件 然後他才能把公主取回來 第一個要給他經營財報 第二個要給他一座山 第三個呢 要給他非常多的土地 這樣 然後等等七個走 然後這個公主非常有名 是因為他的條件非常的嚴格 哪七個啊哪七個 上面不是有寫嗎 他上面只寫三個 怎麼可能 我這邊是寫滿七個 那你有種等一下念出來 對啊 好 上面只寫三個比較有名的 然後結果這個呢 因為太 故事太流傳了 所以就變成金山公主的稱號 你搞到好像 我不知道這個故事這樣子 我明明 埋一下人耶 我嗎 金山公主 根本不是公主 她是一個食物 她是金山的一個 一個 她們那個食物的那個源頭 是一種莓果 然後後來做成一個餅乾 然後變成一種 怎麼講 就是一個名產 很有名的 我看到的是這樣子 因為她太多字了 但她不是公主 她金山公主 她以為是公主 但不是公主 金山公主就是有一條路叫 金山南路 金山南路 金山南路這條路 裡面有一個公主 然後她有 她這個故事就是 她裡面會有一個巫婆 然後那個巫婆 巫婆會過去找那個金山公主 然後那個巫婆 拿一個蘋果給那個金山公主 金山公主 金山公主 我就吃下去之後 然後就有七個小矮人出現 去救那個金山公主 她就是一個預言的故事 那是講白雪公主 沒有 沒有 白雪公主是抄襲金山公主的 她在那邊學 金山公主才是最原本的那個故事 其實金山公主呢 她真的不是公主 她是那個馬六角王朝 當時的一個地區 叫金山公 她的主子 對 所以她 金山皇宮的主人 對 金山公的主子 金山公主 是 就是那個馬六角王朝的蘇丹王 她要跟金山公主提親 可是金山公主就給她一個很艱難的任務 其實是想要讓她知難而退 那那個任務就是 那你要跟我提親 你要建造出金橋 銀橋 然後還有 金橋銀橋 七桶 小橋 小橋 七桶 她吊的是金橋 她是銀橋 她說我是一般的橋 對 七桶處女的眼淚 七桶處女的眼淚 還有一個嫩檳榔水 要洗澡 對 嫩檳榔水吸澡 吃檳榔 然後吃檳榔 七個 七隻蟲的心臟 七隻蚊子的心臟 你有會想 蚊子會有心臟嗎 然後就是後面大失敗嘛 因為那公主就是故意刁難她 給她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她就沒有成功 然後她這個馬六甲王朝就沒落 你還活著嗎 你笑得快接過去 沒有 我跟林總 GET到她有一個小孩 我七桶 七桶處女的眼淚 這是可以說的嗎 你們兩個眼淚飆了這樣 沒有 我們不能說啦 我們這 我們是真的不能說的 我們來私底下講 好喔 我教你這遊戲怎麼玩 就是偽進第一位上 就是在敲我的 真的 我一直講說 也是馬六甲王朝都 而且提醒是我這邊先講 我如果要瞎掰也太厲害了吧 NO 我覺得你 我們都是老實人 你要找一個瞎掰的 請選出你的答案 小賴是老實人吧 你很會玩這個遊戲耶 是我要講我要舉書嗎 你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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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到我了 瞎掰完了 等一下 金山宮的主人 金針菇的主人 我猜樓 竹子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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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我猜你了 準備 所以1 2 3 誰是老實人 等一下 我的 我小學輩的故事 沒有 不是 我小學輩的故事 哪來的七顆小蟲的心臟 你看他說七個小蟲的心臟 然後七個蚊子 然後蚊子不對已經是蟲了 是這個故事 OK Bye 好 好 你好 我對不起我的歷史老師 我沒有想到我竟然敗在自己的題目 那太過分了 那我們今天先謝謝吳賢晴 謝謝 喂 起床了 趕快去吃早餐出門囉 祝你有順利的一天 再見